卓惠斯擔任英國首相四十多日以來 英鎊對港元跌穿九算 政府養老金差點爆煲 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究竟這段期間英國發生什麼事? 動盪是源自於新政府的迷你預算案 決定減收多個稅項 能源補貼亦將長達兩年 這樣對一般市民來說不是好事嗎? 可惜無論想法多顧及大眾 都要顧及實際的財政狀況 投資界擔心的是赤字大增 政府負債累累 所以英國國債息率急升 反映債券違約風險增加 英鎊及國債被拋售 債息上升會令政府借錢的成本增加 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新財商已經不再是減稅 反而是收緊財政支出為首要任務 減高收入人士所得稅?No 減申風稅率?No 凍結走稅?遊客免消費稅?通通都沒有 企業所得稅更加是召加 而能源補貼亦都說明最快明年完結 現在卓慧思耀離任 不論下一位首相是哪一個 都要面對高赤字高通脹的問題 這個爛攤子不容易撿 投資界近日已經相繼警告 英國經濟一樣會面臨衰退 英鎊短暫升源不會跌回 為了填補財政缺口 又全新政府會向銀行開刀加稅 持有英鎊或是拿著匯控的你 記得小心啦! 好看 好看